陳婷菲質詢陳吉仲說 是不是台灣人都吃台灣豬就好了 就不用擔心美豬跟萊豬了 陳吉仲還說對 對你個頭啦 對 胡說八道 就是這樣糊弄全台灣人 就是這樣欺騙我們所有的家長嗎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記者會的第一個主題 就是有關於這兩天被抓到了 居然國軍所使用的這些食品裡頭 雖然裝箱的外面寫的是台灣豬 結果打開裡面居然是美國豬 第一個 我們的部長講話沒有一個字可以信的 沒有一句話可以信的 問他們說進來了這麼多的美豬 跑到哪裡去了 衛福部長說一套 陳吉仲說一套 衛福部長說兵在倉庫裡頭還沒有賣出去 還沒有賣出去兵在倉庫要花很多錢 陳吉仲說已經變成加工食品了 我們4月22號在這邊開記者會 這麼認真的全大台北地區 找遍了所有的賣場加工食品 通通沒有標示有美國豬 陳吉仲說叫我們去找 找不到啊 現在找到了抓到了 農委會副主委還說衛福部講得準 通通都不準啊 沒有一個部長主委講的話可以信的 原來進了我們國軍的肚子裡面 只進了國軍的肚子裡面而已嗎 上個會期我們在黨萊豬的時候多少部會首長拍胸部說不會讓國軍吃萊豬不會讓國軍吃美豬一定讓他們吃我們優秀的台灣豬 退府會主委也說不會讓退役軍人不會讓他的同袍吃美豬大家一定吃好吃的台灣豬健康的台灣豬 教育部長保證說 教育部長保證說絕對不會進校園 校園一定通通都用優良的台灣豬 每一個都拍胸鋪 等到要修法的時候 立法院要表決的時候民進黨通通擋下來 說不用修法相信部長相信校長相信國軍能相信嗎 如果真的有決心不讓美豬進校園不讓美豬進部隊 不讓公教人員吃為什麼不敢寫進去現在知道了 當時就說了一定會偷跑 四月就偷跑了 年初就偷跑了 更離譜的是居然說 他的原料竟然是美豬 可是他在台灣只要在台灣加工過了以後 他就變台灣食品了 美國人就變台灣人了 美國豬就變台灣豬了 就這樣習慘地耶 那還得了 所以我們現在吃了 他只要加工過了就變成台灣食品啦 所以就是台灣香腸囉 台灣貢丸囉 台灣水餃囉 台灣肉包囉 台灣煎餃囉 好 我可以說很長的啦 結果裡面包的通通都是美國豬 是這個意思嗎 現在國軍被抓到了 我們真的非常擔心 只有國軍吃到嗎 小朋友有沒有吃到 學校校園有沒有 真的通通都沒有嗎 為什麼要讓我們活在這樣的一個恐懼當中 通通的保證沒有一個值錢的 沒有一個算數的 沒有一個可信的 只有靠人民的力量 只有靠大家8月28號透過公投 直接把萊豬擋下來 我們才有辦法放心安心的繼續吃豬肉 台灣豬標章就是一個笑話了 我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國防委員會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當時不管是譬如說我們要修學校衛生法 我們待會會請德偉補充說明 相關的法律 民進黨通通反對擋下來 我們在立法院的委員會 要通過主決議說吃台灣豬 民進黨也通通反對 只有寫這樣才能夠通過 就是說 這個是國防委員會 全體國民黨的委員所提案的主決議 最後是要求 以使用國產豬肉為原則 優先使用國產食品 而且是在火石在食材的採購 在銀戰的商品補給上面 都必須落實以台灣豬優先 以台灣豬為原則 那為什麼才剛剛四月份 就出現了這麼大的例外呢 不是說好了嗎 不是答應了嗎 連這樣優先使用台灣豬都已經被他們當空氣當塑膠 在立法院通過的主決議 完全沒有當回事 國防部長不用出來說明清楚嗎 不用調查清楚嗎 到底誰應該負這個責任 我們接下來請 首席陳玉珍委員 政府施政公開透明是最最基本的原則 那唯有公開透明人民才能對政府的施政感到放心 尤其在現在整個所有的政府部會的官員講話 都幾乎已經沒有老百姓會相信的情況下 那已經根據這個豬肉儀表版 已經進口了一千多頓的豬肉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 大家我們之前在這裡開啟的時候也發現 都在市場上 我們都看不到有標示美國豬肉的這個產品 所以這些豬肉哪裡去了 我想我們政府的確執政黨的確有責任 也有義務站出來說清楚這些豬肉 美國豬肉這個流向 今天我們是看到 因為有國軍看不下去上網去爆料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國軍竟然沒有如國防部長 當初在國會所做的這個神聖的這個承諾 莊嚴的承諾說不會讓國軍吃到這個美國豬 那因為這個爆料 我們才看到 但是其他的豬肉哪裡去了 有沒有可能就因此流向了 我們所最擔心的學校 因為小孩子他沒有辦法判斷 他吃到的豬肉是不是美國豬 那沒有辦法上面不會有標示 那小孩子也不會判斷 也不知道如何去爆料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裡嚴正的提出要求 請我們的相關單位 衛福部 農委會 或者是進口海關的財政部 站出來好好的說明 請行政院出來說明 到底進口這些美國豬流向為何 不然的話我想我們全海灣的爸爸媽媽 父母都會非常的擔心 今天國防部長說這個豬肉不會用到國軍 但是事實上就用到了國軍身上 就讓國軍去犧牲的去吃了這些豬肉 那之前教育部部長也一直在說 不用修改法令 不用修改也絕對會用什麼三張一Q 絕對不會讓學生吃到 這樣的承諾還可信嗎 我們看到國軍已經產生這個破口 那學生呢 我們最在乎的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呢 請行政院出來說清楚 這些豬肉的流向 今天因為有人爆料 否則我們根本不知道 原來這麼多的美豬去向為何 竟然是進了國軍的肚子 那除了國軍之外 校園呢 校園真的安全嗎 校園是不是已經淪陷了呢 這麼多的美豬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接下來請林憶華委員 他在上個會期是我們的書記長 全面的我們在各個部會 尤其他跟這個李德偉兩個 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是怎麼樣盡全力的 想要修學校衛生法 全部被民進黨反對擋了下來 那你民進黨就要負責 幫我們把美豬擋下來啊 陳婷菲質詢陳吉仲說 啊是不是台灣人都吃台灣豬就好了 就不用擔心美豬跟萊豬了 陳吉仲還說對 對你個頭啦 對 胡說八道 就是這樣糊弄全台灣人 就是這樣欺騙我們所有的家長嗎 我們現在小朋友去學校吃 午餐還能夠安心嗎 我們接下來請林憶華委員 好謝謝書記長 總周 其實在上會期啊 學校衛生法不給通過 怎麼樣都不給過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事有蹊蹺了 因為既然非基改 我們都可以入法了 那不能讓有萊劑的肉品 進到學校 需要入法 怎麼樣死也不肯 那只願用契約 但是就是出現一個問題啦 把關的責任是誰 會留到所有的團善業者 以及學校自己本身必須要來做把關 牽涉到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認定把關的能力 還有一個最擔心的是加工品 這次你會發現 那時候我們也問過陳吉仲主委 加工品你只要裡面有國產的部分 他在台灣製造產地就會寫台灣 但是裡面的內容物 有可能是進口的豬肉 也就是有可能會有美國豬肉 或是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就有可能含在裡面之後 變成台灣製的加工品 這是我們最擔心 也認為最有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從這次國軍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啊 他寫產地是台灣 那他是因為有人爆料說 內容物裡面有美豬 但是問題是 當我們在採購的時候 請問一下是不是都叫國產豬呢 是不是叫國產的加工品呢 答案是啊 都是國產的加工品啊 都是台灣製 但是問題是裡面有沒有含有進口豬肉 答案也是是啊 所以怎麼樣來確定我們的學生 吃到的部分 是百分之百 真正都是台灣產出的豬肉 這就是這次國軍的加工品 就凸顯了學校 沒有辦法把關的部分 所以我們為什麼堅持到入法 而不入法 到現在就看出蹊蹺在哪裡 只願說一律使用國產豬 那這個一律使用國產豬裡面的加工品 那個蹊蹺就出現 它事實上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國產豬 只要是加工在台灣 就可以照台灣制 然後另外呢 還有在把關的部分 責任給學校 這都是我們認為不願入法會產生的問題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一致不斷的呼籲 唯有靠我們自己 用自己手中的選票的力量 在828讓公投通過 不要讓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擔憂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孫子 再需要吃到什麼 影響到自己的健康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好 謝謝 今天我們抓到的就是標準的洗產地 然後已經流入國軍的肚子